11月11日是退伍军人节 纽约州长霍楚周五签署七项法案 旨在为州内退伍军人及其家属提供资源和支持 相关立法建立在霍楚政府致力于承认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 并确保他们能够更轻松地重返普通人生活的基础上 霍楚一共签署七项法案 包括澄清退伍军人的税务定义 允许退伍军人和金星家庭免费进入纽约休闲场所 要求小型企业循环基金以退伍军人为目标并进行行销 同时要求公布部分住房等候名单上的退伍军人人数 此外 州府也指示部分市府联系退伍军人组织 以处理已故退伍军人无人认领的遗骸 并取消部分公务员职位的暂时服役要求 最后 州府在现有参议院和议会计划内建立退伍军人实习计划 霍楚对冒着生命危险 为国家服务的退伍军人表示感谢 幼稚立法将为州内退伍军人提供资源和支持 尊重他们的服务并认可他们的英雄主义 纽约州的退伍军人可以透过纽约州退伍军人服务部获得更多支持 当局鼓励退伍现役军人和军人家属联系该部门 以获得全面帮助 州长霍楚周五宣布 共有90多部参与了纽约市音乐和戏剧创作税收抵免计划的百老汇和非百老汇作品 以为州内低收入人士提供超过10万张低价或免费门票 作为2024财年州预算的一部分 获处大幅扩大纽约市音乐和戏剧税收抵免 并将非百老汇作品纳入其中 制作商必须制定及实施一项计划 以确保其作品可供低收入纽约人低价或者免费观看 制作商可以选择直接与州府合作 以确定在纽约市、长岛和中哈德逊地区 为低收入居民提供服务的社区组织或教育机构合作分发门票 或与第三方伙伴合作 如剧院合作发展基金 并向学生、退伍军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群体 提供低价或者免费门票 此外 参与计划的作品还必须参加州府批准的 多元化和艺术工作培训计划 制作团队可以与预先批准的正式奖学金计划合作 或被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创建自营奖学金计划 让其学习在戏剧行业工作 获处形容 纽约正在达到一个重大里程碑 并指百老会是纽约作为全球艺术和文化中心的核心 他承诺州府将继续透过变革性的纽约市音乐和戏剧制作税收抵免来支持这个行业 随着巴以冲突不断加剧 数千名反战的抗议者周四在马哈顿中城举行示威 导致交通瘫痪 全市各地也有数百名学生罢课参与示威活动 在马哈顿中城的游行堵塞了第五大道的部分路段 抗议者随后转向34街 导致晚上通勤交通陷入混乱 参与者在穿过梅西百货时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 并在鼓声中高喊巴勒斯坦自由 而在哥伦比亚大学 大约300名学生聚集在学校图书馆的阶梯上 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在中午时分 一群高中生罢课并参加在布莱恩特公园的集会 后来集会扩大为街道游行 在第五大道的纽约市立大学校园时停轮 再继续沿着第八大道向时报广场前进 并到达纽约时报的总部 市教育局总监班克斯早前警告 参与巴以冲突抗议活动的教职工 可能违反了教育部政治言论政策的规定 当局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 并采取适当行动 据称 数百名反以色列抗议者 占领了纽约时报大楼的大厅 并在大楼涂鸦谎言 在西四十街大楼外 至少有一辆警车的后窗被砸碎 其中一辆车上涂鸦着自由袈裟的字样 是纽约市近几周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之一 根据纽约市警消息 曼哈顿地铁一号线周四发生一宗伤人事件 一名61岁男子被人用螺丝刀刺伤多次 警方目前正在追查嫌犯下落 警方表示 事发在周四晚上10点左右 一名61岁的男子在曼哈顿59街 哥伦布圆环站南行的一号地铁上 被人用螺丝起子刺伤了嘴唇和头部 据悉嫌疑人在车门打开时 丢下螺丝刀并逃离现场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后 为伤者进行急救处理 男子头部缠着绷带 并能够自行登上救护车 前往西奈山西部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目前仍在搜寻该名疑犯 根据地铁监控片段 疑犯犯案时 身穿黑色运动衫以及佩戴口罩 警方数据显示 地铁整体犯罪率有所下降 但有社区倡议者就指出 当局需要做出更多工作 才能让人们感到安全 乘客联合组织的副总裁 尼伦伯格表示 到目前为止 市府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强调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 来打击地铁系统中的犯罪行为 MTA高级副总裁克里奇洛 对事件回应说 这宗伤人事件毫无意义 令人无法接受 疑犯被捕之后 将面临严重的指控 打击地铁系统中的犯罪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